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全球一體化之下,我們不能夠獨善其身,我們需要與互聯網同過 在這個視頻我們為大家分析一下,今時今日互聯網的搜尋趨勢和使用者的習慣 也可以帶出一個思路,如果你想將你的產品在全球搜尋最大的平台Google,自然排隊展示出來 看完這個視頻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這是Intel做的調查報告,YouTube查看視頻的130萬,Google有200多萬,兩個加起來就有300多萬 一分鐘互聯網的變化,在這裏,Google200多萬,YouTube上傳視頻有72個小時,我們要分三個才能看得出來 域名有70個,網站增加有570個,我們發出的郵件有2億多通 在這個網紅大海裏,如果我們可以把產品在Google全球最大的搜尋器展示出來 你可以得到多少個機會呢? Youtube,人客平均訪問的時間是18分鐘,在美國帶來的流量是20% 其他相關的國家,其他相關的國家都不少 如果在各地,在每一個國家,它都是平均訪 唯一,在中國訪問不同 我們再看看Google為它難力的流量,加加萬多個Google有22% Facebook有11% 大家可以在這裏看到,視頻對我們的生活的影響會有多大 我們試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下一台轉移引發機器的設定 這家公司是香港公司,它現在在全球210萬的頁面裡,它是第一 這個位置都不重要,它最重要的是在於Google為它灌名排位 是它用品牌,Google Press,這是現在公司的品牌 是它用灌名排位,幫它排了兩個在下面,我們打開雙方的頁面 在這個相關頁面裡帶出來的全部都是視頻 它這個視頻來源是YouTube 全部是YouTube 在海外的朋友搜尋習慣,見到一個這麼強而有力的連接 經過連接帶出來裡面的視頻,可以獲得更多的訊息 更加了解它對所搜尋的產品 在這個情況之下,視頻對這家公司的影響是相當之大 我們轉到視頻的頁面,是Google的視頻頁面 裡面有10個連接,它都是佔了8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在行業裡的朋友會如何評價這家公司 大家不難找出答案,所以今時今日,我們要在市場裡 要贏到位置,這個真是零成本,它是不需要每天付費的 它是用這個自然牌位,將它的牌位放在傳統第一 並非見價廣告牌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要經營這個牌位 它是花時間,不是錢可以做到的 一定用時間,用心去經營,才可以得到今天這個位置 在這裏,我們為大家推薦我們其中一個平台 Botter Channel,它是唯一一個可以走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平台 在播放你們的視頻過程裡,我們絕不加薩廣告 大家可以來這個網站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對視頻推廣,有什麼咨詢,有什麼要求 聯絡我們,我們可以為你提供咨詢局 多謝大家,拜拜 多謝大家,拜拜 多謝大家,拜拜